楚国自从在洪水之战中击败宋国 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中游 领土与宋国接壤 楚国如日中天 当时中原诸侯大多都已经被楚国控制 魏国曹国归楚 郑国也已经臣服楚国十多年了 宋相公因为洪水战败 大腿受了伤 很快就去世了 宋成功即位后 颇与楚国的压力 不得不暂时屈服于楚国 宋国一直恪守礼制 一个中原上国来屈身侍奉楚蛮 这是一种耻辱 宋成功心理上有一百个不愿意 宋成功憋着一股闷气 等待机会脱离楚国的控制 机会很快就来了 从而继位后不久 朱王室发生了夺权事件 朱湘王的老弟王子戴 联合敌人攻打朱朝的国都 结果王室战败 朱湘王逃到镇国避难 朱湘王向各个诸侯国发出信号 请求各位发兵亲王 公元前635年春天 秦母公收到了周天子的告纪文书 便在黄河边集结军队 准备亲王 赵崔赶紧劝告秦文公 说争夺霸权 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拥护朱天子 周王室与靖国同为畸性 如果靖国不抢先护送朱天子回京 那么秦王的功劳 就会被秦国抢走了 你就丧失了发号施令于天下的权利 秦王就是靖国称霸的资本 靖文公听从了赵崔的建议 在公元前635年3月靖国发兵 祖太行八行第一行的直观行 抵达杨凡 在温帝 也就是如今河南温县 击败了王子代的军队 之后靖国军队护送周湘王 返回周朝都城落叶 当年死月 周湘王击杀了王子代 靖国在这次秦王行动中立了大功 周湘王把杨凡 温 元 全毛之地赐给了靖国 这块区域其实就是南洋之地 在现秦时期黄河以北 太行山南端的地区称之为南洋 南洋之地对靖国称霸中原 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看地图 靖国东面有太岳山 王屋山 太行山 西面和南面又有黄河天谴 表里山河 十分安逸 这样的地理环境 也存在一定的劣势 就是靖国要出兵中原的话 就得翻山越岭 南洋之地赐给了靖国 靖国就有了图把中原的跳板 刚开始南洋之地的民众 很不情愿归属靖国 元 杨凡等地的民众 纷纷起兵抵抗 靖文公采取了 包围而不强攻的策略 用信义去感化当地的民众 南洋之地很快就得以安利 靖文公任命赵崔为元城大府 胡真为温城大府 开始认真经营南洋之地 靖文公秦王建功 不仅获得南洋之地 也赢得了尊王长仪的美名 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在诸侯中拥有比较高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 靖文公开始实施一系列的 政治经济改革 靖国国内趋于稳定 农业工商业开始遭到发展 国家实力逐渐增强 靖文公即位后 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局 靖文公他很清楚 靖国若是想要争夺中原霸权 就一定要把如日中天的楚国 给压下去 这并不容易 但是话又说回来 楚国虽然很强大 也并非无险可击 他的身份不整 当时天下的诸侯都称作公侯博子男 他却自称楚王 僭越称王 也只有楚国敢做 所以楚国始终被中原各国视为楚蛮 而靖文公开局 就获得尊王壤仪的大吉 日话不说先举起来 当然了 效果也不是立刻就有的 但是尊王壤仪的旗帜非常鲜明 中原各国都看得真真的 一直以来以侍奉楚蛮为耻的宋臣公 他就很激动 晋国除了树立一面旗帜 还需要盟友 放眼天下 除了晋国之外 只有最东面的齐国和最西面的秦国 还没有屈服于楚国 靖文公重尔是由秦穆公扶上军委的 秦境关系本来就不错 公元前635年秋天 秦国准备攻打弱国 这个弱国就是后来秦国的商屋之地 当时弱国与楚国很亲近 晋文公为了向秦国示好 又能压迫楚国 就派兵协助秦国攻打弱国 随后楚国也发兵持援弱国 秦境联军一举击败楚军 攻占了伤命 弱国也暂时归附秦国 此战意义非凡 秦国打通了五官 从此之后 楚国就如芒在北 晋文公一举两得 既加强了与秦国的关系 又借助秦国牵制了楚国 晋文公打着尊王攘仪的旗号 短短三年时间 晋国已经从一个国内动乱的国家 凝聚成为一个颇具大国气势的强国 宋成功看到晋文公颇有争霸的希望 终于忍不了了 在公元前634年与晋国结盟 宋国背叛了楚国 楚成王很生气 他在寻找机会准备揍宋国 就在这时 鲁国与齐国的敌对引发了战争 公元前634年 齐国发兵攻进鲁国 鲁国见齐国来生的 立马就怂了 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鲁锡公就很着急啊 于是就派遣自己的老弟公子穗 和大府张文仲 前往楚国求救 楚成王一口答应了鲁国的请求 公元前634年东 鲁楚联军一举击败了齐国 占领齐国的鼓励 与此同时 楚国悄悄地分出另外一支人马 攻击了宋国的名义 试图逼迫宋成功重新归处 但是宋成功却铁了心 要和尊王壤仪的晋国 站在一队 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633年冬天 楚成王亲率 楚臣蔡郑许 等诸侯联军 围攻宋国的都城商丘 行事万分为急 宋成功派遣公僧故 前往晋国求救 晋国在中原 就宋国这一个盟友 盟友求救不能不管 晋文公赶紧召集群臣商议 宋成说 之前我们流浪的时候 宋国以礼相待 如今报答恩人 争夺霸权的时候到了 但是这仗该怎么打呢 中原诸侯除了宋国和齐国 其余的都是楚国的盟友 晋国要以一国之力 对抗楚国联盟 显然没有胜算 再看地图 宋国四周的这些国家 都是楚国的盟友 如果禁军劳实远征 强行穿越 大概率会遭遇 父辈受敌的危险 胡言就出谋划策 他说曹国魏国曾经对你无礼 我们只要攻击曹国和魏国 楚国一定会救援他的盟友 就能解宋国之危 晋文公曾经在魏国不被领域 导致恶的赤土 在曹国洗澡 都被曹公公偷看 如此奇耻大辱 终身难忘 晋文公整顿三军 准备先拿曹魏开刀 当年十二月 晋文公让巡林傅驾车 魏出为车用 戏胡为中军元帅 戏真为父 胡毛为上军主将 胡言为父 伦之为下军主将 先证为父 晋国提前发兵 之后存兵太行东陆 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632年年初 晋文公向魏国借道 讨伐曹国 曹国魏国属于同一阵营 显然魏国人懂得 存亡齿寒的道理 果断拒绝了晋文公借道的请求 晋文公只好率兵返回 从吉津南渡黄河 吉津是著名的黄河古渡口 在如今河南省的严津县 晋军渡河之后 率领八百圣晋军攻击魏国 公元前632年正月 晋军攻下了魏国的五路 之后又攻占了战略要地 链鱼 当年二月 晋文公和齐昭公 在魏国的链鱼结盟 到这儿 晋国与齐秦两国 在战略上基本上属于同一阵营 魏晨公慌了 他请求也参加回盟 晋文公不同意 魏国人害怕灾祸 为了讨好晋国 就赶走了魏晨公 魏国的都城 暂时有公子买住手 但是晋文公并不吃这一套 无奈之下 魏国上下臣服了晋国 到三月 晋军开始南下攻打曹国 晋军一举攻破曹国的都城陶琼 也就是如今山东定陶 晋文公一一列举了曹公的罪过 这个曹公就是当年 设微博观看崇尔裸体的曹公公 曹国大副西副基 之前善待过晋文公崇尔 所以西副基的家族 没有受到丝毫侵犯 魏国曹国都已经屈服了 在整个过程中 楚国就稍微营救了那么一下 无法取胜 就返回继续蒙公宋国 宋国被迫再次派遣使者 向进军求救 很显然 晋文公想通过攻击曹魏 来间接营救宋国的计划 落空了 如果要解救宋国 恐怕就要真的与楚国开战了 因为楚国也曾经对晋文公崇尔 有过恩情 这让晋文公很纠结 但是如果不救宋国吧 宋国必定会被楚国拿下 到时候晋国不仅要失信于中原 在战略上 也将陷于被斗 中原霸主的位置就不好拿了 这时 宪政就建议 说楚国他不管曹魏是吧 那我们就把曹公魏公都给抓起来 并声称 如果楚国不退兵 就要瓜分曹魏的土地 分给宋国 楚城王舍不得曹国和魏国 肯定会着急 与此同时 赶紧让宋国用重金贿赂清国和齐国 如果这俩看戏的 愿意出面随便恐吓两句 那么楚国必定会退兵 果然 先诊的计谋很有效果 楚城王准备率兵撤离宋国 但是 楚国的大将令营紫裕 反对撤军 紫裕说 你这是对晋国太好了 你曾经对晋侯崇尔有过恩情 他知道曹国卫国与楚国的关系好 却仍然要发兵攻击他们 晋侯则是没有把大王你放在眼里 令营紫裕请求与晋军开战 楚城王说 晋侯崇尔在外逃亡的十九年 是吃过苦的人 如今成了一国之君 受上天眷苦 红运不可阻挡 还是别去惹他为好 令营紫裕却坚持要出战 楚王无奈就给了他一部分军队 楚王自己返回了楚国 公元前632年夏天 楚令营紫裕派遣晚春出使晋营 说如果晋国答应让曹魏复国 那么储君就从宋国撤军 这个看似简单的提议 对晋国来说却非常棘手 如果答应了吧 那么结果就是 楚国的一句话安定了三个国家 魏曹宋三国 特别是魏曹 都要感激楚国的恩情 如果不答应吧 就违背了救援宋国的初衷 宋魏曹三国肯定会怨恨晋国 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 先整给出了一个更加高明的策略 就是先把晚春扣留在魏国 然后私下与曹魏商议 如果他们愿意与楚国断绝关系 就让他们复国 结果是魏曹为了复国 都与楚国绝交 楚令营紫裕非常生气 于是率领楚陈蔡联军 向曹魏境内的禁军 发起进攻 成仆之战爆发了 楚令营紫裕统帅楚军 逼近曹魏的都城陶丘 冰封强劲 晋文公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 实施诱敌深入 决定暂时撤退 同时也是为了兑现退避三社的许诺 进军后撤三社 也就是撤退了九十里 在城埔驻扎了下来 紧接着 宋成功 其国规复崔妖 秦国小子义 都率军抵达城埔 进军主动后撤 楚军中有不少人都感到蹊跷 就建议紫裕撤兵 然而 楚令营紫裕却认为 此时正是巨监进军的大好时机 于是领兵追击 一直追到城埔 楚令营紫裕以丘陵为依托 居高临下 排兵不振 进楚两军对峙于城埔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阵营 晋国这边有宋国 齐国 秦国 魏国 曹国的军队 楚国这边有郑国 陈国 蔡国 许国 总体来看 双方阵营的兵力规模差距不大 战前 晋文公心里没谱 胡言就安慰晋文公 说如果此战胜利 中原霸主之位就是你的了 如果此战不胜 晋国 表里山河 黄河和太行诸山 足以保证晋国的安全 你就放心好了 晋文公又提到 他曾经流亡楚国 受到过楚王的恩惠 胡言就说 好好想想汉阳朱基 是如何被楚国灭掉的 最终 晋文公坚定决心 与楚军一决此雄 紫裕率先向晋文公发出挑战 紧接着晋文公在有声之虚的北面 检阅军队 晋军有800辆战车 车马装备齐全 军容整齐 又砍伐了当地的树木 补充作战的器械 晋国的上中下三军 一字排开 晋文公和先枕指挥中军 在晋文公的右侧 是胡毛指挥的上军 左侧是鸾之指挥的下军 再看楚军 楚军分为左中右三军 主将紫裕 统帅楚军主力为中军 紫上统帅陈蔡两国军队为右军 紫西率领深西军队为左军 公元前632年4月4日 晋文公登上有身之虚视察军队 楚军的统帅紫裕在对面高呼 今天就是晋军的灭亡之日 随后 晋楚两军展开激战 楚国的三军之中 紫裕的中军实力最强 左右两翼的兵力相对薄弱 晋文公决定 先攻击楚军薄弱的两翼 再集中力量攻击紫裕的中军主力 晋军的下军左将续臣 他把拉战车的马匹蒙上虎皮 并率先冲击了楚军中战斗力最弱的陈蔡军 作为侧翼的陈蔡军 没有预料到自己竟然首当其冲 并且晋军蒙上虎皮的战车 给陈蔡军极大震撼 顿时惊慌失措 与此同时晋军的下军主将兰芝 用战马拖曳树枝 在阵后来回奔跑 晋军的军阵后面尘土蔽日 貌似有千军万马 陈蔡军的阵型乱成一团 在乱军之中 蔡公子卯被晋军击杀了 楚军的右军迅速溃败后撤 紧接着 晋国上军主将福毛 在车上竖起两面大骑 生怕楚军看不见 福毛驾车刚刚与楚军接战 就立刻掉头后撤 楚军的左军主将紫熙 老远就能看见两面大骑在后撤 紫熙认为晋军切战 就下令全所追击 不知不觉 紫熙的左军陷入孤军之势 这时晋国中军主将先阵和左将西真 发现紫熙已经中了圈套 便立刻率领最精锐的中军发起进攻 楚军左军的后路被一举切断了 晋国上军主将胡毛也乘机掉头反攻 形成何为之势 楚军左翼身陷重围 遭受重创 几乎全军覆没 楚军主将紫熙率领中军 刚刚接战 就发现左右两翼军已失败 紫熙知道 楚军已经大势已去了 就下令中军迅速撤出战场 在楚军的三军之中 就数中军的损失最小 楚军战败之后 主将紫熙收集残兵白家 开始向西南方向撤退 紫熙退到连古时 楚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印度 楚城王大怒 紫熙被迫自杀了 到这儿 晋楚城仆之战就结束了 晋军取得全面胜利 晋军在楚军的营地上待了三天 吃着楚军遗留的军粮 休整了三日 之后开始担事返回 楚国的盟友郑国 趁机向晋国求和 晋盟公和郑文公在横庸 签订盟约 不久之后 晋军抵达舰土 晋盟公在此地为周湘王 建造了一座新宫 古元前632年的城府驿站 晋国成为中原霸主 从此之后 晋国70年长盛不衰 一直持续到晋盗宫时期 在这期间 晋国的国力大增 军队也由原来的二军 扩展到六军 清大府由最初的二亲二大府 增加到十二清大府 这些位置绝大多数 都由异性异士来担任 身居高位的异性异士 在晋国称霸时期 受到各国的进攻和贿赂 经济实力极大增强 与此同时 由于晋国不断歼灭 方国和戎敌 疆域逐渐辽阔 晋国新开拓的疆土 比较偏远 这些区域 往往是由 异性异士清大府 分封占领 他们以此为基础 大力发展才艺经济 构建城池据点 供养私属军队 增加各自的私家实力 最为致命的是 这些远离晋国国度的 异性异士势力 晋国公事 鞭长末期 难以控制 问题暴露之后 晋国国军 开始利用 清大府之间的矛盾 打击一些强族 比如 晋锦公诛灭了赵氏 赵氏孤儿的典故 大家耳熟弄详 晋锦公分了赵氏的土地 来壮大公族 晋力公诛灭戏士 没收了戏士的才艺 戏士从此退出了 晋国政坛 尽管如此 这也不足以改变 公事雷弱的状况 晋国称霸之后越强 以异性异士为主体的 政治势力 也就越强势 并在晋国形成了 能和公事相抗衡的 强大力量 这为后来六清崛起 三家分禁 埋下了复笔